HELLO 大家好 我是Penny 今天呢 我第一次用手機錄影 因為我的相機兩顆電池都沒有電了 所以我只好用手機錄影啦 因為我還蠻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 然後大家也應該會蠻有興趣的 那今天要拍攝的主題呢 就是我的書桌啦 我想說就是來拍個影片 因為我在幾個月之後就是會換房間 就是我要變成自己一個人睡 因為我現在高一還是跟我阿媽睡在一起 我現在的房間蠻小的 所以我想說就趕快 趕快換一個房間 才可以擺更多東西 是這樣嗎 好啦 那如果你對這部影片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繼續看下去啦 好 現在呢 就是 這就是我書桌的整個整體 我的整個整體 我的書桌 然後因為我想說就是用手機錄影的功能呢 我可以架廣角鏡 所以這樣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啦 這是我的桌面 現在看的地方就是我的桌面 好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的書桌有什麼吧 那首先呢 就是一個水壺 一個玻璃杯 就是一個眉森瓶吧 然後上面這個是不鏽鋼的一個吸管 這個我在光南買的這樣子 對 我覺得這樣比較環保 欸 會不會太暗 看個燈好了 這個 額燈真的是我每次都覺得還蠻好笑的 好 這就是我自己做的杯墊 之後會拍教學 然後再講大家做吧 因為其實還蠻簡單的 對 好 就這樣子一個杯墊這樣 可以防水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Jimmy的照片 然後Sugar照片Sugar 然後還有一個手服 然後這個是海報 對 然後還有一張照片這樣子 這邊就是我的鼻頭 就是我常常畫畫一些彩色鼻啊之類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我之後會拍影片給大家看這樣子 對 好 然後其實你 現在看的東西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幾乎都是在大創買的 對 像這個籃子 這個我之前有拍介紹 這個籃子 對 然後裡面是放一些小雜物 就是這個是沒有用到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木夾 然後還有一些這個是 今天去買的那個櫻花的那個便條紙 對 然後還有這個便條紙 這個還蠻好看的 我覺得超喜歡的 對 我就是立馬下手 好 然後還有一些小雜物在裡面這樣 對 OK 然後呢 還有一個這個木板 這個好像是軟木塞的那個木板吧 對 然後我上面就是訂了很多張照片 對 然後這個 這個那個什麼還蠻好看的 這個就是這個 釘子還蠻好看的 它是透明色的 就是透明的 我覺得超級美的 好 然後還有後面呢 這個是小黑板 對 然後這個呢 所以這個都是磁鐵 就是我把它弄成磁鐵這樣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然後因為就是我想說 我要換新房間了嘛 所以我想說先買來 就是先買來放著 然後所以它下面這邊都還沒有用到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花圈在這邊 就是這個是我今天去買的 相框 沒錯 它是透明的 我覺得還蠻有質感的 我覺得不錯 好 然後這個呢 是我自己 噢噢噢噢 照片倒了 好 這個是我自己一個 這是飲料的瓶子 它是玻璃瓶 說這個玻璃瓶好像沒有來幹嘛 然後我想說 好 可以來放一下乾燥花好了 對 然後這裡面的乾燥花 都是去大廚買的喔 這邊還有一些照片 然後這個是防干的海報 然後這邊還有兩張照片 對 因為這邊 就是這裡照片這邊有沒有 看得到嗎 有 我把燈關掉好了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就是因為這邊曾經有 就是黏貼紙然後掉漆 然後就很醜 所以我拿一張照片把它蓋住這樣 再來呢 這邊呢就是那個 一樣也是去大廚買的那個籃子 然後那個籃子後面是有掛鉤的 所以它就是可以掛在鐵網上面這樣 對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其實這原本是放在桌面上 然後我想說 鑽在那個網子上面這樣子 對 我覺得這樣也還不錯 對 然後這就是 臭娃呀 公仔照片之類的 然後這邊就是放一些周邊 娃娃呀 然後立袍呀 然後一個這個 一個玻璃瓶裡面放的乾燥花 然後跟泰克的一張照片 對 好 OK 好 然後這邊也是貼了三張照片 像這樣子 對呀 好 然後還有這個是 這個是我沒有 因為我還沒有買木舌 然後原本是要掛著 只好把它先放在旁邊 然後等 之後換到了新房間 我再來裝飾一下 這是我今天去大廚買的一個鐵盒子 我覺得超級好看的 我立馬買耶 我就拿來放一下貼紙這樣子 我覺得還不錯 好 然後我平常的電腦就是放這邊 然後這是 因為現在是 是要到了 所以我只好用這邊 因為如果放這邊的話 你已經不會堵數的 所以我只好把電腦放在旁邊這樣 對 然後這一區都是非常非常亂 因為我沒有什麼整理 就是這些是 有一些筆 放一些沒有很長 欸 不常用到的筆啦 然後這邊都是 一些手帳 有時候寫手帳會弄到一些照片 之類的 對 然後放在這邊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 包裝袋 包裝紙 因為那時候都 就是要寄回郵啊什麼的 買蠻多的 進風 對 好 然後再來就是這邊的區域 這邊都是夾一些照片 因為這個好風習 所以可以夾一些照片 這樣子 還蠻亂的啦 然後上面這邊呢 好 跟大家 站起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貼紙 這邊有放一些貼紙包 然後紙膠袋 然後這裡還有小櫃子 這兩個盒子都是去大創買的 然後我這邊有買了一個 那個 木架 然後可以放一下博銜的照片 兩盒的螢光筆 然後這螢光筆 是我比較不常用到的顏色 因為它其實都還蠻深 蠻深的 所以比較少用 對 我就先放在這邊 然後這個是娃娃 這個娃娃呢 是我去台北 台北演唱會買後買的 對 然後這就是我的那個化妝水 沒錯 好看 好 然後這邊還有 那個我每次只要拍東西啊 拍手帳啊 我常會用到這個布 這個布 就是 它是那種野餐布吧 還是餐布 反正我就 就是拿來拍東西 我覺得還不錯 我就可以當一個布子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去大創買的 而且這顏色是那種 什麼顏色 就是 牛仔褲淡淡的那種顏色 淡藍色那種顏色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這邊呢 就是放我一些 手帳本 好不好 一些筆記本 手帳本 都放在這邊 這邊還有一個 一些照片 照片的一個架 對 明天 明天這樣 我拿來放博賢照片 好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相冊 然後這個呢 就是我的 那個小卡的那個收集冊 對 OK 好 然後一些筆記本這樣子 然後旁邊這一區呢 就是我學校的一些 書 對 沒錯 我學校的書 對 就一定要放一些 一定要放一些書 不然會被 會被 會被罵之類的 好 然後在這邊呢 就是放一些雜誌 然後寫真 然後一些書 就是課外讀物 什麼 韓文的那個 學習啊 就是讀韓文 OK 然後這個是 蜜蜂修 然後這個是 薄鮮 然後 蕎麥君 跟益心 好 然後呢 還有兩個那個 醜娃的盒子 我也擺在這邊 然後這兩張呢 是鬼怪的專輯 OK 好 再來呢 這邊呢 就是我的專輯區啦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說 就是你想想看 陪你的專輯 所有專輯之類的 對 好 應該差不多是這樣子 然後旁邊這邊就還蠻亂 因為我還沒有整理 對 我先來整理這邊 這是我的印表機 然後還有一些雜物 放在這邊 對 然後我 這邊其實我還有一個櫃子 可是這些櫃子 就是放 我的一些 小東西 因為真的我東西太多 太愛買了 所以 我只好先放在這邊 我還沒有整理 你看這邊還蠻亂的 對 所以我目前呢 就只有把我的書桌 整理成這樣而已 那以上呢 就是我的書桌啦 那其實還蠻亂的 我說實在 因為 而且過幾天 現在已經整理好 過幾天又開始亂了 你知道就是 你家的學校書啊 然後 拱課一大堆啊 就放在 全部都放在桌上 所以就更亂 然後有時候會做一點手帳啊 然後就開始生 生超級多的紙 每次 我的垃圾桶幾乎都是那個 貼紙的紙 真的是很好笑 好 然後 如果你喜歡我的書桌的話 那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說 或者是你想要特別知道 某個區域 然後是什麼東西 這樣子 可以跟我講 會就是 回復給你 喔 就有說到就是 裡面你們所看到的東西 一些裝飾啊 一些盒子之類的 那些都是在大創買的 那如果你 還蠻喜歡的話 你們可以去 大創一下去採購一下 這樣子 或呢你喜歡 這部影片的話呢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想持續看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我唷 然後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